有时候我们在学佛当中经常会迷失自己 迷失自己就慢慢会离开学佛修心的心境 所以我们经常说有时候人要全心全意 因为半信半疑的话你什么都学不好 现实当中很多人很有文化 他的对宗教对佛法的迷惑了 他是一直有 他一会儿说我要信佛 一会儿说我也不是完全相信 我觉得这个很合理 我觉得这有点不合理 他是违心所造了 他自己觉得合理的事情 他就说合理 他站在自己的观点上 他觉得不合理 他就说不合理 实际上这本身就是一种违观 所以你始终是处于在迷惑状态 因为你对佛法不了解 你怎么能说他合理和不合理 你对佛陀不理解 你怎么会知道佛陀到底说的正教 还是这个邪教 你首先要理解他 所以我们经常说要怎么样用人间学佛来改变自己的人生 经常要生思熟虑 因为人生难得 所以在六道的当中 你能得到人生 你能闻到佛法 说明你已经具足圆满修行福报 你也是有懂得佛法因缘实修的人 想想看密密麻麻的人群当中 有几个能够征修 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明白佛法的教义 所以在宗教界有一种叫泡沫教徒 泡沫教徒就是说 他们对佛法没有真正的理解 当自己有苦有难的时候呢 就发愿去修 去磕头去求 一旦求到了 愿力也没了 然后人也不继续修了 就像一个泡沫一样 慢慢慢慢的扑灭了 他没有体悟到佛法的真正的要义 因为在五着恶事当中啊 其实很多很多 就像佛陀在《遗教经》当中讲的一样 没有反观自己 很多佛教徒啊 还有我们自己的学佛人呢 对自己自身没有认识 学得久了 没有智慧 麻木不仁 学得越久 有时候呢 觉得自己啊 我在人间 我可以用这个妙法 那个妙法 实际上这些妙法都是打引号的 所以这就在宗教界 佛教界就出现了很多 啊 佛油条 佛油脂 变成了一个嘴巴里满口佛法 啊 脑子里散乱的 佛油脂 讲佛法一肚子 然后呢 自己做的事情呢 都是不如理不如法的 所以要真正的成为一个实实在在 内修实修的人 我们要避免让自己成为一个泡沫的佛教徒 虽然我们凡夫在世俗上生存 但是你必须要好好的想一想你还有多少时间 你今后的入城都是在天上过的 并不是在人间的 你如果不把自己过去的那些贪念 恨念 去除自己的无名习气 嫉妒傲慢心 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修心人呢 你所学到的每一个佛法 你一定要克制住 要让自己的心性上扎扎实实的 啊 要把佛的种子种在你的八十田中